一棵将近两公斤的火龙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在云林湖尾一名果农 经过品种上面的改良 然后再加上利用豆浆 还有酵素的混合灌溉 它种出来的火龙果 好大一棵 有比较你才会发现真的很大 因为平均都比一般市面上的重量 要大个两到三倍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一棵火龙果 都觉得好像躲避球 一棵多少钱 一棵五百块 还外销到加拿大去 火龙果放在磅秤上一秤 真的没看错 这颗火龙果有一点六公斤重 跟一般市面上的相比 足足大了两三倍 放在柚子旁边 大小居然差不多 大小差不多 小柚子 小柚子 四柜这么大 千秋那个躲避球 躲避球 没有看过 种出这巨无霸火龙果的 是云林虎尾一位果农 走进它的果园 每一颗火龙果 外观看上去又大又红 最高纪录 种过一颗二点五公斤重的火龙果 命绝就在肥料 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都是用新鲜的那个豆浆 还有牛奶去发酵 然后灌溉的 纯粹都是用天然的方式 种植管理 一刀切开 红色果肉 看起来很juicy 这样一颗 单价当然不便宜 平均都要五百元起跳 但是市场上 还是很抢手 不只外销到加拿大 就连日本韬客也很喜欢 成了另类的台湾之光 记者方忠诚云林报道